刘表作为三国时代的地方势力巨头 实力非常强大 若不是他英年早逝 赤壁之战可能会推迟数年才爆发 尽管在当时 刘表似乎没有引起太多关注 但他的实力却非常雄厚 他掌握了荆州九郡 拥有天下主要粮食产区 并且该地区经济十分繁荣 此外 刘表手下还有许多强大的将领 因此他本应不被轻视 不论是否参考演艺版本 历史上的刘表也拥有自己的五虎将 这些人都非常出色 一同来看看吧 在历史上 刘表的五位虎将是谁 黄中排名第一 而魏延并不在其中 在演艺中 皇祖擅长水战 但他的品德很差 最终死于周瑜的计谋之中 实际上 他是刘表的外甥 因此张允也因亲戚关系 而得到了刘表的信任和重用 然而 张允的品行也很差 在关键时刻 选择与蔡茂同流合污 当刘表并重视 张允故意阻止刘琪去见他 后来 他投靠曹操 但并未得到重视 曹丕甚至用无不烹租一面 为百世陆世来形容张允 第四名 蔡茂 在历史上 蔡茂是荆州的本地权贵 他的大姐嫁给了黄承燕 二姐则成为刘表的妻子 与此同时 他年轻时 与曹操关系非常密切 可以看出蔡茂是一个决绝的人物 竟然与诸葛亮和刘表有亲戚关系 同时还是曹操的好友 值得一提的是 蔡茂二姐的侄女嫁给了刘从 由此可见 蔡茂自然会支持刘从 随后 蔡茂投降了曹操 并且在投降初期受到了极高的重视 文聘在《三国演义》中 被描述为一个与魅言能够鄙视力量的人物 历史记载显示 他是刘表的部下 负责守卫荆州北部 主要任务是防止其他势力的入侵 尤其是曹操南下的威胁 然而 由于刘从投降的仓促 文聘根本没有时间来组织有效的防守 随后 他转投曹操 经历了曹操 曹丕和曹瑞三代的统治 之后 文聘被派驻江夏镇守 多次成功阻击了关羽 孙权等人的进攻 史料称赞他具有威望和恩德 名声震动敌国 黄中最初是刘表的中郎将 但并不直接在荆州跟随刘表工作 相反 他在刘表的侄子刘盘麾下 在长沙幽县担任武将 中郎将的地位高于校尉 略低于将军 可以说是一个相当高级的职位了 然而 黄中真正展露头角的时候 是在跟随刘备之后 在刘备夺取穿闪之际 黄中多次立下战功 甚至击败了曹操麾下 重要将领夏侯渊 虽然黄中在刘表手下 并没有取得太大成就 但这并不意味着他缺乏能力 通过参考赵云在公孙赞手下 无所作为的情况 我们可以得知这一点 首先 刘表手下的第一虎将 应该是黄祖 相较而言 黄祖在武将中的地位更高一些 与正史和演义不同 现在更加重视武将的统帅能力和作战技巧 而非仅仅看重武力值 黄祖虽然没有张飞那样的威猛 但他多次成功阻击孙家的入侵 191年 黄祖将孙坚引诱至县山 并亲自射杀了他 此后 黄祖一直在江夏担任防守任务 数次挫败孙家的攻势 208年 当孙权和周瑜进攻江夏时 黄祖则给他们以沉重的打击 刘表的五位得力将领 分别是蔡茂 张允 门聘 黄中 和黄祖 而魏延则并未在此列中 因此 他不能被列入榜单 直到魏延投奔刘备后 他才迎来了人生的巅峰